然后他给他取一个外号 叫孤独怪 我一边做号是一边自拍 你将用于你自己的配置 Hello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新成 你是如何跟天才基本法这部剧结缘的 我是在那个佳音哥和子峰他们决定接之后吧 然后沈岩导演然后找到我们这边说 你要不看看天才基本法 然后看完之后很感兴趣 然后也特别想跟他们就一块合作 对然后就就来了 谁是剧里的气氛单单 肯定是佳音哥 对你说这个的话 佳音哥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因为他跟王小哥就是张书平老师 他们也不也是合作好几次了 然后他给他取一个外号 叫孤独怪 打成这样我还给你当司机 你打我说你怎么不淡定 肖哥他属于那种怪冷内热的类型 然后呢他属于挺幽默的 但是弄冷幽默 因为我也跟他合作两部戏了 然后后来手术之后发现他真的挺逗的 陪志的哪个特质最吸引你 除了数学以外有什么事是陪志会做 而张星成绝对不会做的 我觉得他的吻特别特别吸引我 就是吻和永远给人一种特别可靠的感觉 就是他跟他爸妈玩牌的时候 他老算牌 但是算牌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想算 主要是能力不够 在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觉得合同为处理作的 雷佳音张子松特别有共鸣的瞬间 内心都是有一个孤独的灵魂在 对突然表面上呈现出来了 各有各有不同 但是大家其实内心都是一个 就经常可能会有预谋的时候 如果现在要你来选择陪志 最终停留在哪一个时空 你会怎样选择 其实我会让陪志留在 留在知识时空 对因为我觉得 这当然是因为这个世界里有他的爸爸 有他的爸爸 当然也有林昭昕 我是觉得 虽然这样好像有点逃避 但是我觉得对他想要的来说 可能他就是想要留在知识时期 对 有一天你醒来 发现自己进入了陪志江义 袁仲星林阳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 并要开启一场冒险 你最希望与谁一起同行 我觉得应该是陪志 第一他可靠 你看你跟袁仲星在一块 他虽然也聪明 他还有时候容易耍你 对吧 林昭昕虽然智商也高 但是还没有到 这有这种程度 然后江义就属于也是艺人 感觉都不太靠谱 别知吧 你曾经说角色背景与故事的复杂是一件好事 那你接下来是会继续挑战更复杂的角色 还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为目标 就基本上我各个题材我都演过了 那接下来就是尝试某一个类型 某一个类型可能就跟自己贴近一点的 说是先再扎一扎 对 看到你微博上有分享过自己录音做饭的Vlog 最近有学做什么新的菜吗 学一些不需要做的菜 比如说更容易让的沙拉 但不是说一定要保持身材 我觉得这样人就要多吃蔬菜嘛 健康嘛 周杰伦发布了新歌 你最喜欢哪一首能轻唱几句吗 就最朗朗上口的是还在流浪吧 当你收到信用还在流浪 那么 情人节卡片 随写的从前 马上你就27岁了 今年最想为27岁的自己许下什么愿望 嗯 再好一点吧 还有什么想对26岁的自己说的吗 呃别再 别再犯了啊 最后请用三个词来安理一下天才基本法吧 真蛮好看 难得的好看 第三个词 非常之好看 不不这太富洋了 就是 我觉得它要素很多 你解决问题时 理性与感性哪个思维赞助到 理性包裹感性 本质是感性的 外面呈现出来的理性 我觉得是一种保护色吧 如果在连续发15天自拍 和连续做15天奥数题中 二选一 你会选哪个 奥数题吧 就是发自拍 应该我又不会有什么提升 我日子一天一天过 我只能一天一比一天老 但是做饭数我可以一天比一天轻 最近一次射死是因为什么 好像没有射死的时候吧 最开心的时候呢 现在就要开播 你的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一样食材 苏打水 你觉得自己哪个角度最帅 我觉得每都差不多吧 就还行 就 嗯 最近一次做的梦是什么内容 嗯 在考试 挺吓人的 吓一身汗给我吓醒了 最近一次看到想拍下来 来分享给粉丝的画面是什么 我自己 我一边做好题一边做好 交朋友最看重对方的哪一特质 我喜欢他 圈内好友的群里 哪位好友是最活跃的 大宋少年制里边的周宇龙嘛 他比较活跃 对 前空题 转发这个培植你将怎样 你将拥有你自己的培植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 支持我的每一部作品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吧 然后感谢你们的陪伴 然后希望以后能大家 都拥有更好的自己吧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